如果你在大街上被动手骚扰 遭遇抢劫 或者被暴力威胁 你会怎么做 有人会说 最好的办法是尽量缓和局面 或者跑位上策 也有不少人意识到 学习向武术 或许能在关键时刻起到作用 在唐山打人事件发酵后 除了对事件本身的讨论 有很多人开始在网上 分享女子仿生的技巧 而在美国 大量增加的针对亚裔的暴力事件 也激发了更多的亚裔群体 学习和教授防身术 在美国最常见的无数是 但一些特别想要增强 自我防卫能力的人 会选择学习 以色列格斗术 这种多好莱坞明星 也对他格外青睐 要是你喜欢我们今天的视频 大就记得转发评论 点赞 关注和打开通知 这样就可以看到更多我们 Plus One精彩的内容 Yeah violence is rarely the answer but when it's the answer it's the only answer I'm the head instructor and owner of Krav Maga CDK I am the first African American to get his black belt Krav Maga 在西伯来语里的意思就是 近身格斗 和其他传统的武术一样 Krav Maga也有段位置 匈牙利裔犹太人 Emi Lichtenfeld 发明了Krav Maga 最初的目的是帮助保护犹太社区 免受袭击 后来 Lichtenfeld加入了以色列军队 并开始向士兵交手 改进的Krav Maga 从军队退役后 Lichtenfeld又对Krav Maga 做了改良便与民众学习使用 据传Krav Maga 是在1980年间 被引进美国的 如今 它和泰拳 中国功夫 和祭祷的受欢迎程度相当 在美国很多城市 都有专门教授Krav Maga的武术馆 DJ Stevens的Krav Maga武术馆 就开在美国首富 华盛顿附近的马里兰州 过去4年 国家好像在几乎 我认为 如果有些人 跑到人家在街上 判断其他人 在街上 我想要做什么 Krav Maga是个人 可以做的 你不算是很美 但你能学习 在一个一年 一年一年 那会是一件事 你能够做的 最后一件事 你能够做的 更多 你能够做的 任何危险都在你身上 我一直在考慮了某种类型的艺术 因为我在危险地区 我希望能够更加进去 所以我来试试这一步 结果我爱你 有人称 Krav Maga非常适合女性 用于仿身 她不完全依靠力量 而是教你用技巧摆脱抓头发 索猴等危险的情景 而且她没有特定规则 目标是打得快 脏 准 Krav Maga还强调 如何在紧张环境下 做出本能动作 一些美国军队在训练中 也有使用Krav Maga 性侵犯10月4月活动中 她也是自卫课程教授的内容之一 Krav Maga在美国流行起来的一个原因 是好莱坞电影和明星的推广 Krav Maga在很多视频游戏和动作电影中被使用 比如《叠影重重》 《飓风营救》和《X战警》系列 报道称不少好莱坞一线明星都练习过Krav Maga 相信大部分决定练习武术防身的人 其实都不希望在实际生活中需要用到它 但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提高自我防卫 甚至帮助他人的能力 也许也能从一定程度上帮助社会变得更安全 感谢你收看这个视频 你有感觉到学习防身术的必要吗 你了解Krav Maga或者学习过其他武术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